今天就用這部機來示範做一個鮮果雪糕 這個鮮果雪糕非常好 因為它只用兩個材料 兩樣材料兼且是很天然很健康的材料 連糖、奶都不用加 哪兩種材料呢 就是士多啤梨和香蕉 怎樣做呢 只需要把這兩樣水果雪糕 雪糕硬了之後就可以用來用 做法非常簡單 把所有水果倒進烤箱裡 這個煮鍋 啪啪聲,雪糕很硬 然後連來 香蕉,當然要去皮 切開一塊塊 然後倒進去 放進去 這個過程我們的涼杯不用放上去 因為我們用這個膠刮去協助 我們要先將時間使用30秒 速度是6 看看現在是甚麼狀態 打散成這樣 還未可以 因為我們還要靠另一個工具來幫忙 我先講一下這枝膠掛的設計 剛才我放進去 設計是可以頂住蓋子 放進去的時候 這把刀是不能碰到的 它就借助它來攪拌幫我手 所以這個設計是非常好的 現在我們用蝴蝶棒 放進去中間這個位置 稍微移開的士多啤梨和水果 放進去 你看到它在這個位置 插進去刀組的頂部 插進去就可以了 蝴蝶棒有一個功用 其實我們平時如果想做蛋糕 要做蛋白霜 或者打Cream 都是用蝴蝶棒的 所以可以打到一種Creamy的效果 現在我們就關上蓋子了 我們逐一段時間試一下 我們要試一下它的效果 因為其實 水果冰到不同的硬程度 出來的效果都會不同 時間所需要都不同 所以我們先試一下它 30秒 30秒 然後速度 我們要慢 蝴蝶棒最多不能超過4的速度 所以我們現在用3.5 好 鮮果雪糕完成了 好 好了 拿個杯來試一下 我們拿個杯來筆起它 排隊了小朋友 排隊了小朋友 就是這樣了 哇 不同的效果 不同的質感 你拿到來吃什麼 還沒 這個紙巾可以 你試完這一款質感 我拔一點 你拔一點 是呀 這個 另一個質感 這個 打多了10秒 這個 你試一下 這個 這個 給我一個匙巾 阿姨花華 好少 這種 都不啤 還看到它這個樣子 來 打久一點 現在是 多了10秒 多了10秒 你試一下 澳洲 打多了10秒 麵很多 這種 是否比較好 這個 是嗎 第二種 你在澳洲 第一個小的 在澳洲 是 即是奶油 還有應該比較好吃 奶油 啊 這是奶油 買它 你必須買它 你也喜歡訂閱 吧 吧 吧 I love you